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典型的调度算法 那么这些调度算法呢 是有些呢 是适合于作业 也适合于是进程的 所以我们在命迪的时候呢 在调度这一块呢 现在有两种命迪方式 进程方式呢 就纯粹就是进程调度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考了作业调度 就首先呢 是作业调度 作业调度之后呢 然后再进程调度 那么在调度算法来讲的话呢 那么有些是实用的 比如像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先进程服务 然后呢 短队优先是实用的 但是你到时间片轮转 它就不适合作业调度 因为作业调度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接纳的调度 它要看一看内存够不够 对吧 外设齐不齐 那么再把你放到内存里边 而时间片轮转呢 我们说只能是进程调度 是一个低级的调度 因此呢 我们说必须采用什么样 一定的调度算法来完成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机执行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策略 我们给大家讲过策略和机制的 这样一个分离 对吧 机制就是我们进程切换的方法 那么策略就是 我们调度的策略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现在先服务 和第二个短队优先 那么这两个呢 是最简单的 考的也非常多的 大家也不会出错的 两种算法 现在先服务 就是按作业或者进程 就是这两个呢 是作业进程都可以啊 作业和进程 按它的进入的相顺序 来进行调度 这就是我们超市 目前的什么样 购物的时候 这样一个调度方法 谁先来的 谁先提上 对吧 先来先服务 那么 这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说 在做这些相关的题目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们有到达时间 服务时间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等待时间 到达时间是什么呀 是到达这个 就去对立的时间 服务时间怎么样 就是说你需要CPU 有多长时间 开始时间什么 就是说你开始 用CPU的这个时间 结束时间 完成时间 就是你从CPU 出来的时间 那么等待时间 是什么呀 我们说等待时间 就是你的开始时间 减去你的到达时间 表示你等待时间 那么周转时间 大家就知道吗 周转时间 是你的完成时间 减去你的到达时间 那么它也等于什么 等于你的等待时间 再加上你的服务时间 的话 你等的时间 加上你服务的时间 就是你的周转时间 那么你到达时间 我们说到达时间 到你完成时间之间的 这件时间 就是一个周转时间 所以这几个数据 在命迹的时候 有的是不是给出来 其中一个两个 或者多个 你要知道 他们之间的这种 划算关系 另外 代权周转时间 周转时间 除上你的服务时间 就是你的代权的周转时间 有了这些时间之后 我们就找个题目 练一下 这个先来先服务 那么先来先服务 首先我们把进程 给大家先列出来 我们有五个进程 它的到达时间 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服务时间 也不一样的 那么 在这儿来讲的话 我们说 按照先来先服务的原则 我们说在零时刻的时候 只有A来了 也就是说 救区队里边 就A一个人 那当然怎么样呢 我们又先服务A 这个没什么毛衣 因此呢 A是从什么样 零时刻开始 他到达时间是零 他服务时间是四 那么他什么时候开始服务呢 到达时间就是什么样 开始时间 也就是说他怎么样 他从零时刻开始服务 那么他需要四个时间单位 对吧 也就是说 在四十刻的时候呢 干完活了 走了 那么在四十刻的时候 再一看 在你的救区队列里边 就已经排好人了 就是BCDE 这四个阶层呢 都到达救区队列了 我们说 现在救区队列里边 有四个阶层 我们先调度谁呢 让我们先来先服务的原则 怎么样呢 我们要先到达 谁早来了 对不对 谁早来了 调度谁 又是谁 B 因此呢 在B是从四十刻开始了 接着执行 那么他需要运行了 三个时刻 所以说在七十刻结束 那么七十刻结束之后呢 下一个就是C了 对吧 那么C从七十刻开始 7加5呢 应该是在十二时刻了 结束 那么D呢 是从十二时刻开始 然后加上他的服务时间2 也就是说在十四时刻结束 那么我们说E呢 是在十四刻开始 因此呢 结束的时候呢 是吧 是吧 那么我们说这调度过程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这还剩下这两项 对不对 以后这两项呢 很多这个教材里边呢 他会考 要考的时候呢 他不会让你这样写的 他一般就问一下 就是把调度的过程写出来 然后呢 给出一个平均的周转时间 和一个平均的代价周转时间 那么怎么算呢 大家看 我们说周转时间 A的周转时间呢 就是完整时间减缺 开始时间 或者是有你的完成 你的这个等待时间 再加上执行时间 等待时间为零 对吧 执行时间是四 因此呢 它的周转时间呢 就是四 那么再看B这个选项 B我们说 完整时间是七 到达时间是一 所以说呢 它的周转时间呢 是六 C来讲 C来讲的话 就是12减2呢 应该是10 那么14减3呢 应该是11 18减4呢 应该是14 大家看 也就是说 它的周转时间呢 是四六十 1114 这个周转时间 那么周转时间出来之后 我们是带全 是不是小菜了 对不对 要注意 只有周转时间 除上它的复古时间 因此呢 4除以4呢 这个是1 然后呢 6除以3呢 是2 10除以5呢 是2 11除以2呢 应该是5.5 14除以4呢 应该是34 112 3.5 那么都出来之后呢 你把这些加起来 除以5 这些加起来 除以5 就得到平均的周转时间 和平均的 代线周转时间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 这两个数据 所以说 这里题目呢 变化多端 因为大家一看 这些东西 你稍微改一改 对不对 那就是一道题 再改一改一道题 再多几个进程 小几个进程 又是一个题 但是这个简单不 非常简单 说一次 你就会了 那么现代性服务呢 我们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它的优点呢 是有利于长作业 缺点呢 是不对于短作业 有利于长作业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 谁先来 谁有先服务 对吧 比如说 大家在结账的时候 对吧 那么如果第一个人呢 是买了购物车的东西 结账需要10分钟 后面来了五个人呢 每人买一瓶饮料 大家一看 那么在这种调度 算法里边 你买五瓶饮料 这五瓶饮料 每个五个人啊 每人一瓶饮料 那么你们结账的时间 就是用CPU的时间呢 加起来不会超过两分钟 顶多三分钟 但是前面 这一购物车的东西 就需要10分钟 也就是说需要10分钟呢 就是一个长作业 对吧 我们说短作业怎么样呢 叫非常不利 它要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个呢 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另外呢 它是有利于CPU繁忙型 不利于IO繁忙型 那么我们说 什么叫CPU繁忙型呢 就是它用CPU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说 这个进程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说它需要什么 输入输出 也需要什么CPU 那么这一种呢 就是这一种就相当于 它就做一个加法 比如说从1加到什么 10的十字方 对吧 你一直加下去 求何 那么这就是CPU繁忙型 那么说 L繁忙型在什么呀 它怎么样 就是1到什么呀 到这个5的十字方 我们说 每两个数相加 加完之后呢 要把它输出出来 这就是CPU繁忙型 它就不断地要进行输出 我们说 对于线来线付物 这一种方式 对于CPU繁忙型的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怎么样 获得到CPU之后呢 它就不走了 对不对 它就赖着就不走了 为什么呢 我就是用CPU啊 我为什么要走啊 但是不利于繁忙 Io的 为什么呢 Io繁忙怎么 它也用CPU 但是怎么样 它用一会儿CPU 没差过两秒 它要输出数据 对不对 它就马上阻塞了 对吧 输出数据阻塞 那么CPU就让出来了 对吧 那么让出来之后呢 它就到旧续队里边去排队 对吧 那么说如果遇到一个CPU繁忙型 它麻烦了 它也等它很长很长时间来 它才再拿到CPU再用 对不对 那么它拿到CPU 用了没两秒钟 干嘛 它又出去了 为什么 它又要输出 因此呢 CPU繁忙型 Io繁忙型呢 这是两种经常考到的这样一个作业的类型 大家要理解 并且一定要知道它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它是一般用于是批处理 不时于分时 分时是用很少用线力线服务的 分时我们说时间片能转 对吧 那么改革 那就是说咱们人类呢 就开始琢磨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相对来说公平 但是呢 问题比较多 问题多在什么呢 就是每一瓶矿泉水呢 会嗷嗷叫 它会把这个水呢扔掉呢 就走了 所以说呢 弄得这个车运台这个地方呢 比较乱 那么超市就说了 我们改革一下 导致也优先 所以说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在进行结账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进行调度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你服务时间的长短 注意啊 这是服务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运行时间的长短 也就是说 它启动 要求运行时间最短的那作业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五个 六个人 对吧 五个人买一瓶矿泉水 一个人买一车的东西 那么收益员一看说 这位师傅 稍微等一下 他们都买五瓶水 不是 一人买一瓶水 我给他们结完账了 顶多 我手带快一点 你们都要求用微信支付 我说支付好支付 扫码支付 扫码支付 那么我呢 大概一分多钟 就把他们服务完了 他们就走了 咱们慢慢的结账 那这没问题对不对 我说本来他就要服务要十分钟 对吧 你多出来这一分钟 他觉得就没有关系了 对吧 这就是用户的感觉 但是你后面说 我要求服务十分钟 服务的 每人服务三十秒 你让我等他十分钟 一个个的都不干了 对吧 所以说呢 短作业优先呢 我们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么他也可以用于什么 用于这个作业 也可以用于进程的调动 就是说 短业作业动呢 是从里边找一个最短的 然后呢 这个最短来讲的话 注意呢 肯定是一个运行时间 一个估计的问题 估计问题 就是说 它肯定不是一个确切的 对于计算机来讲 这些人一样 那么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例子 看下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说这个前面呢 应该是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 这个用这个短作业 怎么来调度它 那么首先 我们说 首先调度谁呢 有个同学一看 说老师 应该是调度D 对不对 因为D怎么样了 服务时间是2 所以说呢 它时间最短 我说好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 这个算法的精髓 这个算法的精髓 就是要找什么样 服务时间最短的这一个 但是恭喜你 就答错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一看 你在零食课的时候呢 只有A到达了 对吧 也就是说 BCDE还没来呢 没来你怎么调度它 对不对 所以说在零食课的时候呢 还是调度什么A 也就是说A呢 我们说不变的 大家一看 在零食课呢 开始调度 那么在40课呢 进行结束 那么40课结束的时候呢 我的就绪队里边呢 这时候有什么 BCDE 也就是说 这时候就绪队里边 有的可选了 对吧 那么选谁呢 短作业优先 对吧 选哪一个短作业呢 服务时间 是B 就这时空呢 才是怎么样 这是短作业优先 比如说它是什么2 因此呢 B是从什么 40课开始 然后呢 4加2 在60课结束 那么 下一个再选谁呢 大家都知道了 应该选择B 对吧 B呢 是从60课开始 然后呢 在90课结束 那么1呢 是从90课开始 然后呢 是从13课结束 C呢 是从13课开始 然后呢 从18课结束 对吧 那么调动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计算 这个周转时间 我们再说了 对吧 完成减什么 减到达 那么一个是4 然后呢 是8 16 然后呢 3 然后呢 是9 再代权 这个代权 对吧 4除以4 是1 那么 8除以3呢 就有点出不开了 2816 应该2.6 对吧 26 这写了3分之8 那么16 再除以5 应该是3.2 对吧 就是5分 3为15 对不对 5分之1 那么写了5分之6 那么 3 2 这个3除以2 我们说这个呢 是1.5 那么9除以4 我们说是24的8 应该是2.25 那么计算出来之后呢 再计算平均的 然后平均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呢 计算之后 我们说代权呢 是2.1 重点是1 5分之4 10 也就是8 那么这就是 短作业的过程 大家看 难嘛不难 对不对 非常容易理解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 现在先复和短作业 这两个典型的调动 看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 就是代权周转时间和平均的这样一个周转时间 那么我们说这个先例先复复呢是9 短作业呢是8 那么要注意 我们在命迪的时候要注意 在短作业 在短作业优先的算法呢 是所有的算法里边 周转时间最短的 周转时间最短的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这些证明了 就是 短作业优先算法呢 是在所有的调度算法里边 就是 这个周转时间最短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是这个算法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说短作业 它带来的优点 我们看到了 那么缺点是什么呢 大家看 是对长作业是不利的 我们说先例先复复呢 对长作业有利 那么对于它就不行了 它可以产生一个什么 机构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你比如说 刚才收益员说了 对吧 你结账10分钟 后边那是5个人 每日买一瓶水 那么让你等一会儿对吧 那就等一会儿吧 这事我们怎么样呢 每一瓶的水呢 人呢特别多 所以说 一个每一瓶水走了 这5个集完畅之后呢 又来了5个每一瓶水的 你说人家都每一瓶水走了 就为什么不让 不让我来每一瓶水的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说 它就会怎么样了 持续不断的 从就续堆裂 就续堆裂里边 从就续堆裂里边 把什么样 逐步时间短的 也就是说把短作业呢 挑出来 一个一个的执行 然后走了 一个一个执行 然后走了 那么你的长作业呢 就长期的会待在 就续堆裂里边 躲不到执行 不会被调动 我们称为这种现象呢 是极恶 是极恶 也就是说 你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但是呢 东风就是不来 那就没有办法 那么你就处于 一个饥饿的状态 所以说呢 这是对长作业不利 另外呢 它没有考虑 紧迫性的问题 就是优先级 这样没涉及到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长作呢 是一种预估 对吧 预估 有可能你好心怎么样 让了一个结账的人过来 看他拿的东西比较少 但是呢 他扫码扫得挺快 但是呢 他用现金结账 那么结账的时候呢 还比较这个另类了 掏出来一把什么 一把这个硬币或者毛票 他要什么 他说我这是 是七十块钱的 你给我数一数 那这麻烦了 对不对 本来好心怎么样呢 结果等的时间特别长 所以说会存在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高优先权 那么优先权的调度呢 它分为两类 对吧 一种是要抢占的 是一种非常占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再一看 我们的短作业优先呢 它就是一个优先权的了 因为短作业优先的优先权呢 在于什么 你的时间的这个短 是它的一个优先权 那么这样优先权呢 是在每个进程 考虑它的紧迫性的技术上呢 给它加上一个什么 标签 来注明它是一个 优先权高还是低 同时呢 支持我们的抢占和非抢占 那么主要是抢占 因为抢占的话呢 使我们的优先权呢 会得到彰显 也就是说相当于特权一样 对吧 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排列队结账 然后呢 这个超市的这个 超市的这个主管 对吧 领着一个人过来说 他呢 有急事 马上做咖啡机 对吧 他就买这么一瓶水 那么呢 稍微加个三 对不对 你先停一下 给这个顾客呢 这个结上走 结上一下 让他走 所以这叫什么 叫做抢占式的优先权调动 这个优先权的设定呢 有两种 一种呢 是静态的方式 一种是动态的方式 那么一看 静态的方式呢 就是这个进程的创建的时候呢 我就给他一个优先权 那么优先权呢 往往是一个数 我们又称为什么样 优先数 这个数字的数 不是大数的数 那么这个优先数呢 我们说在哪呢 大家看在这个 Windows系统 Windows的进程里边 我给大家做过这个 结果的图 这图里来讲的话呢 对每一个进程呢 它都有一个什么优先级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叫一个优先数 我们一般默认呢 这个数越小 这个优先权的越高 注意上 这是一个默认的 如果题目里边告诉你 我给他一个优先权 这个优先权的值呢 是X 说X值呢 越高 那优先权越大 那么你要看明白啊 因为很多同学呢 在做这类题目的时候 在这吃亏了 因为我们书上来讲话呢 就是默认 这个优先权呢 越小 它的什么呀 它的优先级越高 但是有些题目里边呢 它就明确 怎么样呢 它越大越高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没有完全固定啊 没有固定 那么优先权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开销小 不够精确 不够精确 也存在一些相关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动态优先权呢 就是说 在你进程执行的过程中呢 你的优先权呢 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定 在旧学队列里边 那么等待时间 等的越长了 那么优先权呢 就以一定的速度呢 快速增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解决我们 先来先负物里边 我们这个 不是先来先负了 解决就是我们短存线优先里边的 那常作业可能会产生 饥饿的情况 对吧 比如说采用动态的方式呢 来调整你的优先级 那么这样呢 可以解决我们一些 以前一些 我们算法里边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说像先来先负物呢 实际上它的动态优先权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等待的时间 要等待的时间 那么在抢战式的调度里边呢 如果可以规定的 优先权以速度B呢 进行下降 可以防止呢 长到越长期的垄断这个处理机 比如说 这个优先权呢 动态选择呢 可以调整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像先来先负物 对长作业呢 比较有利 然后呢 在这个SGF 也就是短存优先的时候呢 短存优先的时候呢 对我们的什么呀 对我们的这个 长作业呢 不利会造成饥饿 就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解决掉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个静态优先权呢 这样一个非抢战式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调度过程 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们把1呢 是作为一个什么 高预先权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说 哎 这个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前面都是一样的 关键就在这儿呢 我们增加了静态优先数 题目以外告诉你呢 1呢 是高预先权 那么显然怎么样 4呢 是预先权很低 5呢 也是很低 那么呢 注意是非抢战式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大家又说 哎 老师 这个 对吧 我们说先执行的 应该是E 我们说同样的问题 咱们又犯错了 对吧 就是说 你看 在零时刻的时候 你得看到达时间 对吧 就零时刻的时候呢 CPU开始运转 我们开始调动 那么这个时候 有谁啊 A 所以这个时候呢 永远还是A 从零时刻开始 四时刻呢 结束 因为它不支持 怎么样呢 抢战式 如果抢战式的麻烦呢 对不对 因为抢战式的话 你要考虑到 它的优先权是4 它的是2 对吧 它比它优先权要高 所以说呢 它在执行 一个时刻的时候呢 B来了 所以说呢 B就把A呢 踢掉了 比如说A呢 只行一个时刻 下个是B 那么这就是抢战式的 那么在没有抢战式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优先权再高 你得等到我用完CPU之后 你才能用 对吧 所以说 再40克 那么40克来讲的话呢 大家一看 B C D都来了 我们说下一个执行谁啊 执救感 你说了 对不对 那当然是执行E了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完整时间 我们说是8 4加48 那么下一个 肯定是B了 对不对 我们B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从80克开始 那8加2 8加3呢 应该是11 那么下一个呢 这是我们的C C呢 是从11开始 11加上5呢 应该是16 那么最后一个 从16开始 那16加2呢 应该是18 那么香港在计算 周转和断线周转 我们看一下 周转和断线周转 那么一次 我们都把它计算完了 那么还有平均值 那么这个平均值呢 实际上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那太大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设计了优先级的 那么这个周转时间呢 就按你的优先级来进行早了 也说它不会像这个SGF 对吧 短线优先那样 达到一个最好的 这样一个周转时间 那么另外呢 就这个题呢 给大家留个作业 大家去尝试做一下 如果是抢战士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我刚才提了一点 对不对 那么你说 如果是抢战士的话呢 我们说临时刻呢 是执行A一次 对吧 那么A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说到底一时刻 一时刻谁来了 B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一时刻的时候呢 应该执行什么 执行B了 为什么B的优先级高啊 它抢啊 对不对 那么再过一个时刻的时候 我们说C来了 C来了 那C的优先级比较低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仍然是执行的B 对不对 仍然是执行的B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B呢 是还需要一次 比如说再起一个时刻的时候呢 这应该是什么 是D来了 对吧 也就是说D来了 第一优先级也不高 对不对 所以说仍然是执行B 那么B执行三个时刻 我们说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下一个该执行谁呢 我们说下一个来讲的话呢 正好是E来了 所以下可能应该执行什么 E的优先级比较高 所以这就是抢战士的 那么A我们说还有三次 没有被执行 对不对 它要等着 对吧 因此我们说 你可以考虑靠抢战士的预先级 把后面的怎么样 股权 这个题目呢 我们放在强化面呢 再给大家讲